Hello 各位家長好 想在這個疫情當中 很多家長都會問到 怎樣可以令小朋友戴口罩 今天想分享 用心理學行為塑造的部分ABC 去怎樣建立小朋友戴口罩的這個習慣 我們首先想想 為什麼小朋友會對戴口罩抗拒 我們在這個A 即是前置裡面設定好 我們可以大大減低他的抗拒感 也可以提升 讓他做一個適當的B 即是戴口罩這個行為 那個動機 或者也會成就到這件事 或許你會想到 因為小朋友覺得很悶 那樣東西他會覺得不舒服 或者他會覺得 這件事會不會令他擔心呢 好 首先我們要 處理一下感覺 我會建議家長可以試試和小朋友去玩一些 用隻手掩住鼻掩住口的 一些遊戲 當他用隻手掩住鼻掩住口一段時間 在玩遊戲的過程裡面當然你可以忽發其想 譬如我們掩住口掩住鼻 你會不會聽到媽媽說什麼 我們將那個遊戲時間拉長一點 由小朋友去習慣一下 原來我掩住口掩住鼻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辛苦 那你可以在這個前置裡面 先和小朋友去處理 另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常常所說的 戲劇甲育 當小朋友投入到的角色的時候 他對每一件事都會容易很多 例如你叫小朋友站著一分鐘 大部分都不肯的 但你說你今天做士兵 你要幫我守住這個城牆 他們可以站著一個很長的時間 情況是一樣 我會建議家長可以和小朋友 玩一下我們辦醫生護士的遊戲 你幫媽媽看一下喉嚨 你幫媽媽聽一下肺 在這些遊戲下 戴口罩就順理成長很多 當他玩了一段時間 都是戴著口罩的話 他的記憶就發覺 原來戴著口罩不是那麼辛苦 是會有一點不舒服 但是我也接受到 那你就會容易成就到一個對的鼻 很多時候最難的狀態就是 這個鼻戴完那一刻 他會不會想拔 或者想脫下來 原因就是一戴那一刻的落差太大 因為我們初一頭由呼吸得很長順 到天天蓋住 那一刻就很大感覺 但是當我們身體慢慢接受 其實感覺是會好一點的 我們有幾樣東西家長可以做的 第一 先請小朋友先蓋住嘴 然後再慢慢蓋住鼻 慢慢一樣東西單身上去 再者 我們很多時候想那個鼻子繼續做的時候 我們就讓一些前面的前置 要繼續努力 例如他會拔口罩是一個不對 或者是這個當下是一個不適當的行為 所以我們希望小朋友的手有東西做 當他的手有東西做 他就會減低了拔口罩下來的這個行為 有時候我們會建議家長 譬如我們可以用一些泥膠 運動黏土 觸感球 一些刺激感比較高的東西 放在手上 當他的手有刺激的時候 他就會減低了 他會再做其他事情 或者拔口罩這個情況 亦都更加容易轉移他的視線 因為他的刺激感夠大 有些小朋友又反過來 他會做些什麼呢 他會拿著一些他很喜歡的東西 但多數都是會有一些觸感上面的刺激 例如毛公仔 都是有一些觸感上面的刺激 都會幫助到小朋友去繼續持之而行那個B 我想提多一點 當然我們很著急想小朋友戴口罩保護自己 但是千萬不要隔眼來 因為隔眼來很容易令到小朋友 將戴口罩和一個擔心驚恐的情緒連結 變成下一次你要戴口罩就更加難了 當然小朋友嘗試遮住嘴遮住鼻 我們一直都要一些讚賞的說話 欣賞他 我看到你很勇敢 我看到你總是有點不舒服 但是你也有戴口罩 你會保護自己 你會保護人 將一些欣賞 讚賞的情緒加注在這件事上面 你會令到小朋友更加願意去戴口罩 再下的部分就是 怎樣令到他拿到戴口罩有一個好處 所以我們延伸的是一個好的C Consequence 怎樣有一個好的好處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請家長 讓小朋友拿到原來戴口罩 我們就可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 其實現在的情況事情也是這樣 我們戴口罩我們可以去到公園 我們戴口罩我們可以去超級市場 買小朋友喜歡吃的東西 當他一次兩次經驗到 原來戴口罩這件事不是想像中那麼痛苦 第二 原來亦都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事的時候 這件事就容易小朋友成為一個習慣去接受這件事 慢慢慢慢小朋友更加判斷得到 為什麼我需要戴口罩 希望這個小分享 ABC行為塑造裏面心理學常用 可以幫到大家 亦都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開始 開始 放雜聞 來 入圍 accessory